焦点回到台湾来看到有20多年的历史的阿罗哈客运 明天将走入历史 受到疫情的影响 业者不敌亏损 他们决定从明天开始 仅存的北高以及北加这两条路线将全面停市 今晚员工早就有心理准备了 不过今天是服务的最后一天 大家不舍的表情还是挂在脸上 心里非常的不舍 然而有不少民众则是把握最后的时间来搭车回味 阿罗哈客运高雄站气氛低迷 但员工手边的工作不停歇 一如往常准备载运客人往返 但这次脸上失落感很重 因为这将会是他在阿罗哈客运服务时多年来 最后一字 尽管又再多不舍都只能先收拾情绪 去强忍住 继续做好份内工作 阿罗哈客运服务让乘客赞不绝口 现在要停止服务 让他们大探真的很可惜 阿罗哈客运现在仅存台北嘉义 台北高雄两条路线 不过因为景气不加影响才会决定停市 未来也会由国光统联客运来替代现有路线 已经有22年历史的阿罗哈客运 陪伴许多游子走过青春岁月 但最终抵不过大环境 现在要和他说声再见 从此留在你我心里 华日新闻林婉宇陈敬人高雄报道